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 拥有价值上亿土地的人 怎么会去偷一条299的皮带呢 台中有一名男子 他就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被逮 警方发现他是十二骑重华区的大地主 根本就是个惨犹啊 怎么会来偷窃 没想到这个地主回答说 他的土地又没有卖 怎么会有现金 让远景听的是又好气又好笑 男子在卖场跪台前结账之后 拿了发票就转身离开 之后却被发现 裤子后面的口袋放了一条标价299的皮带 没付钱就要老婆 被警方带回一查不得了 52岁的耶信男子是坐永十二骑重华区的大地主 这几年拜土地重华之次 农地变黄金 市价上亿元 是人称的惨犹啊 警方同时带回了一名担任保存的谢信男子 也在卖场行窃 听到旁边这位同伴是个田桥仔 身价不肥却偷一条200多元皮带 耶信男子也打得坦率 直说土地没卖哪来现金 事后是说因为当下有点贪小便宜的心态 而且那个土地也算是在兄弟共有 还没有要 还没有分了 耶信男子位在台中十二骑重华区的土地 从三年前一瓶三十万 飙到现在一瓶一百五十万 涨了五倍之多 但耶信男子说土地价值水涨船高 没卖没现金 因为一时起了贪念顺手牵羊 两名窃贼警局相遇 一段对话让人听了又好气又好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